欢迎来到学用数学,数学有用 今天我们要来谈学用序列 我们想要探究的就是大楼的高度 跟这个距离,还有阳角的关系 当然数学上要描述这个关系 就是需要使用到三角函数 所以三角函数也是本节想要顺便学习的重点 那在进入学习之前呢 大家可以欣赏一下这世界大楼 画面上这红色就是目前四样最高大楼 杜拜塔,高828 那台北101高度呢,就是508 那这边还有很多电视塔 目前呢,这个比台北101高的 这个就是什么 日本的东京晴空塔 那我们一开始呢 就先让大家进入到Google Map 来欣赏一下它 所以Google Map的这个很好玩 我们现在进入到日本东京 我们可以先移到其他地方看一下 东京呢,这边也蛮多大楼的 那这边呢,我们可以再移一下呢 诶,我们看到这边还有一个铁塔 就是东京铁塔 它的高度呢,蛮特别的 333公尺 那东京晴空塔有多高呢? 比这个呢,多了300公尺 达到了634 好,那我们再拉回这个东京晴空塔的位置 待会儿我们想要好奇的就是距离这个塔多远 那看起来的仰角会有多大 例如我们现在可以点一下这个测量距离 点这里 然后再点这边 哇,这个河的对岸大概一公里 那从一公里的地方 看晴空塔 诶,这样子仰角会有多大 好,等一下我们就利用数学的方法来验证 好,那在进入正式任务之前呢 鼓励大家呢,可以在网路上搜寻一下世界大楼 顺便认识一下呢 目前的当今十大大楼到底是什么 人类真的很厉害 不断的挑战自己的极限 在点一下任务呢 也鼓励你挑一个你喜欢的大楼 来做一些我们今天的测量